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安吉拉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频道 好久没有和大家分享色彩的理论课了 最近我的时间是比较自由 所以就特地安排了今天的课程 之前我们的理论课当中和大家分享过色彩的三原色 色相 美度 纯度的区别 还有关于传统中国色的故事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其实色彩的冷 暖 轻 重 都可以传达某一种特定的感受 所以说色彩是可以传递感情的 这期节目呢 后来我临时决定和我的小助手七宝 一起共同来为大家进行讲解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准备好 都要算了不是 那你过来吧 哎呀妈呀 感觉我自己特别大致 大家好呀 我是实习助理七宝 这是我第一天做工具人 有什么讲得不好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指教 当然啦 要是你们觉得我表现得还不错的话 一定要鼓励我哟 行 那我们就正式地开始讲今天这一期节目吧 今天我们的课题呢 会围绕着色彩情感来说 其中包括了什么是冷暖色 还有色彩情感带给我们的一些联想作用 以及色彩轻和重的概念 人对色彩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下会有一个自然的反应 很多时候颜色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传递感情 色彩对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色彩对人情绪上的影响 色彩对人心理上的影响 色彩对人生活上的影响 我们常说人有正能量和负能量 其实色彩对人的影响也是双面性的 有积极的一面 也有消极的一面 那什么样的颜色会让我们感觉到温暖 什么又是寒冷的颜色 还有沉重的颜色 安详的颜色 想要了解这些都要从色彩的冷暖色说起 我们先来看这张冷暖色的概念图 从理论上来说 我们把左边的红黄成类的颜色定为暖色调 右边青蓝色定为冷色调 而紫绿黑灰白则称之为中性色调 在客观的概念里 绿色和紫色属于中性色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知道 色彩和色彩之间只有通过对比 才会得出结论 所以说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为 绿色紫色和其他颜色对比起来 在冷暖属性上相对偏中性 那至于黑灰白 它们本身就是五彩色系 所以也就没有冷暖之分 接下来我们分别拆开来讲一下 对于视觉而言 我们橙色黄色红色这一系列的颜色 给人感觉非常的温暖柔和 所以我们就称之为暖色调 相反我们的蓝色绿色 给人感觉比较平静通透凉快 所以我们就称之为冷色调 接下来我们会引出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首先我们要了解 之所以可以把色彩划分成冷和暖 是基于大自然 给人类心理上的一个反馈 如果说你没有经历过任何的春夏秋冬 那色彩对你来说也就没有冷暖之分 由此我们得出了今天的结论 冷暖色它不是一个客观的概念 而是一个直观的感受 大家可以做一下小笔记 然后跟着我的思路继续思考下去 色彩所表达的具体含义 它也不是全世界都一样的 它会根据每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 传统习惯 风土人情等等因素而改变 比如国际股市 大部分是红跌绿涨 其中包括了港股 而中国和日本都是红涨绿跌 这个就属于文化习惯因素所造成的 所以我才会一开始就和大家说明 人对色彩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下 会有一个自然的反应 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不同国家 面对同一件事会做出的不同的自然反应 所以说我们在设计作品的时候 一定要把色彩的选择放在客户能接受的环境之下 而不是你自己所熟悉的环境 这样你才可以和你的客户产生共鸣 现在我们以中国为大背景来讲一下暖色系色彩 那我们比较常见的呢 有我们的外卖产品 购物APP 促销活动页面等等 它们的主体色调定的基本都是暖色系 这样的色彩搭配就会让我们的食物看起来很有食欲 当然同暖色系色彩当中色彩的明度和纯度不同 给人的感觉也是不同的 比如接近橙色的时候给人感觉温暖 接近紫色的时候给人感觉优雅 而粉色则是更有一些活泼感 所以说当你对你的消费群体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之后 你就更容易的可以设计出适合它们的色彩 冷色调呢让人感觉镇静和清凉 那在实际产品的应用当中呢 用的蓝色最多的就是金融类的理财产品 我们看到这个颜色就感觉比较有安全感 比较稳重 这也正是理财产品所需要带给客人的一种情感诠释 从色相角度看 如果接近绿色容易让人联想到自然的清凉感和爽快感 相反越接近于紫色就会让人感觉到充满神秘 绿色是自然界中最常见的颜色 它介于青与黄之间属于一种平和的颜色 搭配冷色的话呢让人感觉情绪趋于平静 搭配暖色呢则体现出清新飘逸潇洒的感觉 所以绿色它可冷可暖是一种使用非常灵活的色彩 明度越高越有清爽的感觉 明度越低则有厚重的感觉 纯度越来越高呢则鲜艳感就会越来越强 接下来呢我们会以星巴克为案例和大家分析一下 这一个品牌的一个历史 包括他们现在的一个色彩搭配的理念 我们都知道星巴克他们所使用到的这个绿色的logo 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厚重的绿 它的明度和纯度都比较适中 但是有没有同学知道我们在星巴克这个绿色建立之前 它的第一代的logo是什么颜色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例 也非常受它的启发 我们可以看到星巴克它是1971年诞生于西雅图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因为是靠咖啡豆起家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第一代logo是一个咖啡色的 并且画着一个木雕海神像的一个图案 然后到1987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家的logo产生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变化 这中间相隔了16年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16年大家的消费馆是不是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再后来他们就意识到我们不应该只是一家简单的咖啡馆 而是应该把咖啡作为纽带 为人们提供聚会场所的第三空间 大家有没有看到 他们的整个经营思路产生了变化 所以就导致了后面质的改变 他们的logo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推移 不断的做了修改 但我个人觉得星巴克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 虽然绿色是现在星巴克的一个品牌主色 但是它会根据品牌的主色设定了很多的一系列的辅助颜色和衍生产品 所以说为什么大家坐在这边听我讲冷暖色 就是因为我们学习更多的色彩知识 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大环境下面了解如何给我们的客户 给身边的朋友一个正确的联想作用 这也是色彩存在的价值 我们需要跳脱理论知识 活用到现实生活当中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可以利用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节假日 设定一些专属颜色和专属的消费产品 让消费者可以感受到 品牌也在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 这既是一种共鸣 也是和理运用色彩所起到的联想作用 这就是今天这一节课我想和大家所表达的内容 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周再见